最近一位外国主持人打趣说 这个寒冬疫情肆虐 于是中建三局等各单位临危受命 迅速召集数千名工人 是要在十天内建成一所 可容纳一千张病床的医院 火神山医院 说十天就是十天 在全国人民的期盼下 火神山拔地而起 2月2日正式建成 我们看到这个病房里 是设置了两张床位 也就是说 它能够收治两个病人 我们看到现场有军方的工作人员 正在调试这里的设备和机器 我特别要给大家介绍的是 它这里有一个通风的一个通风孔 那这个里面输送到 这个病房里面的空气呢 其实都是经过了进化后的空气 我们看到每一间病房里面 都有独立的卫浴 这个地方也是在进行最后的安装 这样的一个装置 这可能在我们普通的病房里面 是很难看到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 它有两个门 其中一个门呢 是连着外面的一个通道 一个门呢 是在里边 外面的医护人员呢 它是打开外面的门 把所需要的一些医疗设备 还有一些 其他的一些物资 放在这里 然后把外面的门关上 然后有里面的医护人员 再把它打开 然后去取这些医疗设备和物资 这样呢 就能起到很好的一个隔离的作用 防止医护人员之间的一个交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